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Linux操作系统基础的第15讲 学习文件内容之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我们上一讲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拷贝和移动文件和目录 对吧,CP和MV 拷贝文件 又分拷贝文件到目标文件 拷贝文件到目标目录 然后该样学校可以进行一个提示 拷贝目录要加上CP-R才能拷贝目录的选项 移动可以有重命名 也可以移动文件到指定的目录 当移动文件到指定目录 这个目录下如果已有移动的文件 那么就会问是否覆盖 学习完回顾完上一讲以后 我们今天这一讲会来重点的讲解 在我们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文件目录的权限相关的知识 那么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 在Linux系统中文件目录权限的 相关的一些基础知识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文件目录权限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Linux系统 它是一个多用户的操作系统 对吧,既然是多用户 而且每个用户都可以同时登录到这个系统中 那么对于这个系统中所使用的文件和目录 为了它的安全 必然就会有权限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在Linux系统中 每个文件和目录 它都是有访问许可权限的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它来确定 谁在这个系统里面 谁或者哪个用户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来对这个文件和目录进行访问和操作 那么在Linux系统中 权限有哪些呢 它的分类是什么样的呢 在Linux系统中常见的 权限就是三种 读,R,用R表示读权限 那么所谓读权限就是可以去打开文件 目录读取和查看 而W代表写write 读read 写权限 也就是可以对文件和目录进行编写更改 X代表是执行权限 对一般这种执行权限 只是针对可执行文件才有 对文件可以执行 那对目录的执行权限是什么呢 目录的可执行权限表示 对目录可以查找这个目录下的内容 对吧 那也就是说 你看原来我们用什么 用LS这个命名的时候 是不是 它就必须 怎么样 必须要对 你在用LS去列出某个目录的内容的时候 你必须要对某个目录是有读权限的 如果这个目录对你来说 你没有读权限 你是不能去 不能使用这个LS命名的 对不对 啊 这个要理解 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如果没有权限用什么表示呢 没有任何权限 我们用这个短线表示 好 那么这些权限曾经我们在哪里看到过 是否我们在讲LS这个命名的时候 我们用了一个-L的选项 显示长格式 里面就会有这个描述 对吧 这个权限的描述 还记得吗 对吧 我们把这个先起起来啊 一会儿我们要用 好 那么这是我们说它的权限的分类 那么了解了权限的分类 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一下 对于读写执行这些权限来说 它们对于目录和文件分别表示的含义是什么 对吧 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含义搞清楚 那么我们才知道将来我们在使用这些命令的时候 它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权限的 比如说读 读这个权限 对于目录来说 可以读目录就表示说是可以查看目录的内容 那我们在使用的命令LS是不是就是查看 也就是说LS命令你要用它查看某一个目录 你必须什么 要对这个目录有读的权限才行 而读文件是什么呢 读文件是说可以打开这个文件 可以查看文件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more cat head tail 这些命令 这些命令你要去打开一个文件 是不是就要求它要对文件读的权限 对吧 好 写 写的权限对于目录和文件的含义是什么呢 可以写一个目录什么意思 可以写一个目录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目录下去添加删除纸目录和文件 那我们所讲到的什么命令 rm啊 rmdr macdr 创建目录 删除目录删除文件 对吧 包括touch这些命令 这些命令是不是就是要求要对目录有写的权限 我才可以去用 如果我对某个目录没有写权限 我这些命令能不能用 肯定不能用 那写文件呢 当然就是说可以打开文件修改文件内容 比如说我们copy copy的命令是什么 是拷贝文件啊 拷贝文件就是拷贝文件内容啊 是比较久有写权限 VI是编辑文件 VI我们会在后面讲 它是那个系统下的一个编辑器 文组编辑器 那执行权限什么意思啊 执行权限对于目录来说就是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目录 你可以进入到这个目录 那怎么进入一个目录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什么命令 CD吧 CD是不是就是改变工作目录 透过CD命令进入该目录 也就是说你的CD命令 一定要对这个目录有什么 有执行权限 你的命令才能用啊 那你有这个 你这个用户必须要对这个目录有执行权限 才能用这个命令啊 那执行对文件 执行权限对文件来说就是可以执行这个文件 可以把这个文件当成一个程序 或者一条命令使用 执行权限也必须是可执行文件才会有 一般的普通文件是没有执行权限的啊 那么我们理解了读写执行三种不同的权限 对于目录和文件而言 它的含义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中 因为我们说它是多用户的系统 它有很多用户 而且呢 不同的用户呢 也可以见不同的组 对吧 它是有组的 所以说权限呢 也有它所属的一些对象 那对象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拥有者 拥有者代表什么 拥有者就是说是创建这个文件和目录的当前人 它的权限最高 我们可以用U来表示 表示用户 而同主的人就是系统管理员分配的 跟我当前这个用户同主的一个人或几个人 可以用G表示 而其他人 就除拥有者同主人以外的那些用户 用O表示 那如果你希望所有人 既有拥有者 同主人和其他人 你要用A表示 用A表示 好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 本讲的主要内容 本讲主要内容 首先要理解 什么是文件的目录权限 以及我们常见的权限 它的分类 以及不同的权限 它对于什么 对于目录和文件 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它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而在我们的另一套系统中 它的权限是针对不同对象的 那么不同对象呢 可以用不同的标识符来标识 好 那么我们要 这些标识符都要记住 那么后面都会用到 都会用到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本讲 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 那么本讲重点在这儿 就是你要理解 读写执行不同的权限 对于目录和文件而言 它的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好 以及我们的对象 用的一些表示UGOA 对吧 好 那么 那LS这个命令 我们都知道 我们用完LS长格式这个命令里面 对吧 我们用的LS这个长格式命令里面 它都会显示一个这一行 其实实际上这一行就是在显示我们的缺限 前面三位是针对拥有者 后面三位是针对重组 最后三位是针对什么 其他用 就是其他用户 我们还是有中南山进入吧 对吧 比如说我随便列一个 你看它这个文件里面是不是有 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吧 全线 有可执行的 目录可执行 对吧 我可以进 可以在这个下面去进去 进去 好了 这个是我们说的 本讲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个讲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